918强镇重创花莲玉里镇 镇上统计至少有17间的民宅严重损毁 无法居住 不过现在灾民担心的更是 县府的灾后补助款不够重建家园 因为一户最高只有9万元 但是有的人家中地板几乎一分为二 有人家的天花板整片坍塌 收散费动辄上看几十万元 昨天民宅地面一分为二 裂缝升达好几公分 墙壁多处军列还能看见错位的痕迹 屋顶天花板大面积弹陷 修缮费用动辄几十万元 尽管花莲省政府提供灾害补助 但是当地居民无奈 只是背水车型 这个补助是一定不够的 但是就是减轻一些负担吧 相对百姓来说好像不太够 我觉得基本上好像都是家电故障的也比较多 918强震后花莲名宅传出贼情 光是在玉里镇就有17间的房屋 因为重大毁损不能居住 还有141间轻微的受损 不过南关县补补助列表 只有地面、粮柱、水管等项目可以申请 补助从5000元到5万元不等 其中最高救助金只有线电梯等升降设备毁损 中央可以开放木环 因为真的这次玉里镇真的大家都很厉害 当然不可能 这么大的地方政府光靠地方政府不可能 现政府震灾不住有限 像是电视等家电损坏 居民只能自己吸收 只要住家判定成围楼还要面临拆除 政府现在也计划开放民间募款协助复原 毕竟居民只希望生活能够尽早回到正轨 记者高松松玉镇采访博物 都